不分党派 不问何人 只要涉及废话 检调都应该查办 误网误众 打炸 扫黑 树滩 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 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 社会的安定 以及回应人民深刻的期待 不得不然 下午两点多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带着微笑走出地检署 两名委任律师左右护法 当人常开路挡掉所有问题 郑文灿也一个字都没回应 你被误赖了吗 你们到处好 沿路保持笑容 坐上收履车离开 郑文灿整晚都没睡 因为涉嫌贪污罪被检调人员带走 最后以五百万元交保 只花不到半小时就筹到保金 律师带着黑色提带现身办保 出动点钞机 点着好几叠千元大钞 这颗震弹震撼弹 巧合在郑文灿生日这天爆发 一切进展相当迅速 因为其实他四号才从日本回台 五号就被检方约谈 隔天凌晨遭生压 上午十一点半法院开机压题 历经两个小时的工房 法院证实郑文灿的确在2017年收了五百万元 隔年要召还给另外一名被告 但无法证明是犯罪所得 下午一点半裁定五百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警官检方始终没正面证实是什么的弊案 但现任桃园市长点出这件事 关于这个华雅工业区要扩展土地的事情 市政府的态度应该是要用区段征收 不过其中有一派地 这个市长只是说 要让这个事情去做策划 这个对于这个土地的征收来讲 是比较少进的步法 郑文灿也透过律师表示 没有不法行为 而贪污制罪条例的收贿罪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对于院方裁定 检方当庭提出抗告 接下来静待法院结果